当年,林丹爱上嫩魔赵雅琪 两人在酒店的那几个动作彻底羞辱了妻子谢姓芳 尤其是赵雅琪还敢喊话谢姓芳 疯狂暗示是谢姓芳管不好自己的丈夫 所以林丹才会出来偷吃 可如今,谢姓芳是林丹背后的成功女人身价过亿 遭丈夫背叛后励志经商的女总裁 42岁的她依旧肤白貌美 1981年9月,谢姓芳出生于广东省广州 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16岁那年,谢姓芳被选入中国羽毛球队青年队 之后一路进入国家队 在这期间,谢姓芳认识了未来丈夫林丹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两人会走到一起并结为夫妇 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队里举办男女队混合训练比赛 谢姓芳和林丹被分在一组PK较量 当时,所有人都笃定她这场比赛稳赢 不料林丹输给了谢姓芳 抱春来上来就直接问林丹 是不是喜欢上谢姓芳了 林丹也大方表示自己确实动心了 就这样,林丹开始了漫长的追妻之路 林丹常常找机会和谢姓芳练球 两人在这个过程中感情日益升温走在一块了 2010年,林丹宣布和谢姓芳领证结婚 一个是羽谭一哥,一个是羽谭天后 这对组合也被称为羽谭的神雕侠侣 不过,这段婚姻在第6年的时候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2016年,谢姓芳生下儿子小雨 就在大家准备送上祝福的时候 林丹被爆出丑闻 有媒体放出林丹和嫩魔在一起约会的高清照片 有图有真相,即使林丹想否认都不可能 所以只好第一时间发文认错 很多人都为谢姓芳打抱不平 但是他选择原谅丈夫林丹 并和他一起面对舆论的攻击 既然当事人都选择原谅 网友们也只能稀释宁人 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嫩魔赵雅琪却拒不认错 并洋洋洒洒发长文 言称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多次暗示谢姓芳管不好自己的老公 所以林丹才敢偷吃 遭遇丈夫被判后的谢姓芳变化也非常大 他开始出来搞事业了 成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母婴公司 谢姓芳的商业头脑很不错 他不仅事事亲力亲为 还请到专业人士为自己分析市场 即使改正不足 丈夫林丹也成为他公司的员工 他不仅事事业